好 歡迎收看《醫師好辣》 介紹我們優秀的好辣醫師團 歡迎你們 今晚好辣醫師團 要告訴你什麼叫做 職場心肌處 以及三位來賓 要來分享他們的經驗 病人眼裡醫師來講 他是非常尊重的一個行業 但在醫師本身圈子裡面 到底有沒有心機算盡呢 應該有 一定有 都應該會有 尤其醫師來講 很多病人的生死 都掌握在他們手中 可是他們在醫界裡面 大家都同時學醫的 到底誰要讓誰呢 會不會在職場上生存 在醫界也是有他的陰暗面 所以我們今天來分享一下 大家在職場上的心機 我們生理醫學師 Windy來做一個調查 來 各位看 聽清楚了 來 若有機會選擇變成一種動物 一個禮拜 七天以後再恢復人型 你最想變成下列哪一種動物 對 A 魚或鯨魚 B 鴿子 C 蝴蝶 D 獅子 好 請選 就聽得懂了 如果要變的話 七天之後可以變人了 這只是暫時給你做這七天的夢 潘慧股請舉牌 好 一 三 三 四 你又選四啊 嗯 你真的很有心機耶 我一直都來不下去 對啊 先舉一看別人幾個環境 想要多有三秒的進口 不能換了 不能換了 我們在看一四呢 有選三的 有選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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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都有人選耶 我個人會選什麼 沒有人問我知道 沒有人問我知道 我想知道 對啊 瓜哥你會選什麼 我 我選鴿子嘛 我選鴿子自由飛翔 而且鴿子像真的和平 對 好 潘慧股你選擇蝴蝶啊 為什麼 因為蝴蝶一個人感覺是美麗的 所以哪怕只有七天的時間 我都希望是一個美麗的動物 這很漂亮的意思 對 李明川老師也是 也是 一方面是漂亮 二方面是因為 沒有人覺得蝴蝶不是代表著美好 我覺得給人家美好的感覺多好 對啊 是 蝴蝶好 其實我也是選蝴蝶 你到底要選什麼啦 不是這樣 我下面講獅子 不是感覺有不美麗嗎 你這一隻花蝴蝶還怕大家不知道嗎 是啊 對 獅子 獅子是王者的 對 就是想當王啊 我覺得我上輩子應該是男生 所以他滿有企業家的心 對不對 對 好 那 陳志佳選鯨 為什麼 因為就覺得海底世界非常的喜歡 非常的崇拜 然後 就覺得像另外會飛的動物覺得 比較不同 因為我們可能可以透過大副 你已經公開到在場的時候 鯨魚 不是啊 鯨魚不是活在海底 鯨魚是養在家裡 鯨魚 沒有 他有講 他鯨魚或者是魚 因為當鯨魚我們選這個範圍太窄 因為鯨魚太渺小 要不然就當一個鯊魚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是想當鯊魚 對 他剛剛講鯨魚跟魚 你要想當什麼魚 我想 你想當什麼 他說他想當鯨魚 鯨魚缸裡面的那一個 不是那個 其實只是任何一種魚 就是只在海底游泳 因為其他像搭滑翔翼啊 或是什麼 其實可以代替有那種當鳥的感覺 所以你有選這個魚嗎 對不對 廖老師呢 瓜哥我要說的都被你說完了 什麼 和平 和平 然後可愛 然後有人餵 你沒看那個白金漢宮前面的鯨 都有人餵 他是想好的 被人 我剛剛就一直在想 你每天起來就 被抓去當賽哥 賽哥你知道嗎 每天還為你吃維他命 起來就訓練了 會在外海 真的 還被人家綁架 要三次都有人選了 我們請老師來講解一下 好 那我們就先來看 選擇魚的 謝謝瓜哥 選擇魚的呢 其實我們會把它歸類成 足智多謀 很謀略性 其實選擇魚的 事實上 在我們這四個動物裡面 唯一魚是 悠遊於海中或水中這樣 所以他想的一定是 先想他的工作環境 也就是說選擇魚的話 目前呢 你是非常樂於你現在的工作環境 所以呢 事實上 你不需要用太多的心機 對 這是選擇魚的這一步 那不太對啊 他心機很重 對 這個字講還滿瘦的 其實還好 外柔內綱的內心 對 其實Windy老師講有對 因為我其實 這幾年一直在換醫院 對 因為我們不想跟他爭 不想去 跑去找醫院長說薪水的事 就是我們不會去跟他爭錢的事情 我們就覺得 這地方既然待不下去 我們就換地方 悠遊自在換地方就好了 所以Windy可以讓我先相信他 整形醫師還不爭錢啊 真的耶 拜託的好啊 我接觸最多就整形醫師 來 第二個歌 我們先揭曉的是第四 獅子 獅子比較少 兩個人選嘛 對 獅子我們先拿上來 獅子的一 二 三 好 有攻擊性的 對 它就是一種渾然天成 它是一種掠食心 這樣子 什麼意思呢 事實上眾人 他的專業能力相對 在這職場上工作是非常強 那他的終生理念就是 所以他根本不需要 但是你是英雄 相對還有一種獅子呢 它是自戀型 它是 你說說英雄 狗熊 你是前面那一個 我是前面那一個 真正有能力的 我就跟你講 一定最後都難聽的都出來 我跟你講 沒有 劉彥姓滿符合這個啊 他事業性滿強 對 劉彥姓這麼溫柔 我就不曉得 他屬於後面那型的嗎 你會這樣嗎 他是不是狗熊的嗎 我不想要狗熊 我還是想要前面那型 應該還是獅子型的 劣勢型比較強 對 這個還滿有 有點準 對 接下來我們來揭曉的是 我們放後面好了 三好了 蝴蝶的一場 蝴蝶 蝴蝶 蝴蝶飛 好準喔 好準喔 八面玲瓏 星機型 這個絕對準 真的 各位你知道我們日子有多難過 這二十年來 怎麼存活的 其實選擇蝴蝶的話 在專業上面是普普 但是 人際關係是他的強項 也就是說選擇蝴蝶這一型呢 他真的就是 螳螂 骨蝶 黃雀 那是黃雀 就是女 真的假的 對 我覺得我們是五瑜專業 我們是專業很用功 有這麼胖的黃雀嗎 其實多數來講 我們選擇蝴蝶 多數是女性為主 但是李老師呢 其實他真的是 一個 男人生女人老的 對 因為我們的工作關係 所以我們必須要忽男忽女 對 他要接近女性 這種還不怕面玲瓏嗎 你光每天要確定 你今天是要男男女的 就夠嘛 這兩個是很準 心美也有一點 你看他口才口條很清楚 只是這個正面能量會很強 如果走正面能量會很強 對 人際關係 如果走負面殺傷力很大 僑王就出來了 對 你知道嗎 你們要走正面社會能量就大 如果你走歪的不得了 是 走正面正面我們都正面 對 我們都去正面 對 感覺好像背面 是 好 接下來就我們了 向往和平 對不對 到底心地到底有多善良 我們來看一下 1 2 漂亮 白目 行 白目 來 這是什麼 其實大家都知道 歌子是向往和平的 所以相對這種人的話 他是 太多責任 最好不要 所以相對來講 他們就會變成 表裡如衣 有話直說的 對 像我來看 我都是專心在做節目 所以其實我很多資源 去可以做生意 可是我不太接觸 對 因為我怕有責任 對 因為不能夠 像我們沒有開經紀公司 三十幾年來 因為我覺得對藝人要交代 不是光抽他的血汗錢 是 你知道嗎 我覺得你沒有辦法給他 開闢他的路的話 你會變成有責任 是 所以這裡還滿 白目 白目是指表裡如衣 有話直說 直就好啊 有什麼不好 不用拐彎抹角 可是因為瓜哥的直 當年有傷到我 是喔 對 因為有一次 有一次我幫別人代班 幫瓜哥梳頭 然後大家看一下 瓜哥的頭型 跟他的髮量 很多嘛 就很多啊 那因為 那時候很流行 就是那種中間尖尖的 然後因為我本人 那時候就是這樣尖尖的頭 我就吹半天 然後瓜哥這樣一直看著鏡子 一直看著鏡子 一直看著鏡子說 為什麼你自己可以聽那種頭 為什麼把我吹成這樣 你這時候就要學習歌曲 沒有馬上腿軟 天啊 對 可是我就吹不出來 你頭髮這麼多 怎麼吹都變這麼膨啊 我就是努力繼續吹 然後瓜哥就這樣子 就是要像你這樣 為什麼你自己可以弄那麼帥 把我弄成這樣 像個老頭一樣 我說可是 可是我還在解釋的時候 瓜哥就把梳子跟 拳風機自己拿起來吹了 我想說天啊 我的職場生涯 不會到此 就不要再亂落吧 然後就在那個瞬間 我想說 反正我都到這個段落了 真的坐下來看報紙 我之後就坐下來看報紙了 然後 那時候瓜哥的助理 就王哥旁邊這樣子 你坐下來看報紙 然後就看著我說 明川你不弄我說 啊瓜哥自己會弄啊 我繼續看我的報紙 想說反正我那天 就是我最後一天上班了 你這樣講我有影響 因為很多 弄我頭髮都很緊張 尤其是有些女生 剛來弄我頭髮 我只要知道 她就已經在旁邊 我說你還哭什麼 我只是 不是 這個是很抱歉 我不曉得傷到你這麼深 對 你剛好印象深刻 對 也因為那次你就是茁壯 對不對 真的 沒有搞不定的頭 對 只是事情要先看好報紙 好 這個其實算起來還滿接近的 七 八成 對不對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心機 嘴巴要很甜 一定要 請舉牌 這有誰會舉叉 沒有人舉叉吧 對 誰會 你心機夠重的 這個真的要重 你心機夠重 你心機很重 因為我現在在做生意 他這樣跟別人不一樣 你就會問他 對 對啊 為什麼 對 因為我現在在做生意啊 你就會發現 譬如說我的夥伴好了 通常大家都會對他很 就是說 大姐你好棒 然後這個決定超棒的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很厲害 他們聽多了 他會覺得 反正每個人都來拍我馬屁 何必呢 但是你這時候 你如果很中很暗的說 我覺得這商品這個顏色不會賣 我覺得東西很稠 這質料不對 應該要怎麼怎麼弄 他會覺得 這個小女生 竟然跟我平起平坐 你敢去講你的東西 因為他會覺得你很有勇氣 然後再來 他會覺得 你真的有想法 原來你跟人家不一樣 對 所以有時候要看 對 你會死得很難看 對 你這個一百 你講的是一百件事情 突然有一個比較特定 對 是 我們現在講的是普通來講的 所有大對不對 對啊 誰不想聽好聽的 真的 如果你碰到製作人 你總不能跟他講難聽很直接 對 你又不能說 其實你節目買難看 沒關係啊 如果你節目不想找 昨天那一集剪的畫面多好啊 收視率應該有破表 對啊 你如果講好聽的話 你剛剛講的是很特殊的案例 對啊 這個在 你們兩個科系還蠻像的 廖醫師 你嘴巴最甜的 有嗎 瓜哥其實我是這樣 就是這個人有真實的 我看他 像我剛剛看到明川老師 我忍不住就跟他說 明川老師你變得好帥好白 那這是事實 你們有人可以否認嗎 哇塞 這心機好重喔 等一下 等一下 剛剛廖醫師同時跟我說 你有空來找我打下魚尾尾尾 我就是說 適時的我才能講得出來 那不是適時的我講不出來 是嗎 你敢講 這個真敢講 對 沒關係 聽他講謊言講完就好 他才是八面玲瓏 這個對不對 面具刀 一個女強人對不對 感覺好像說直白的話 可是他還是拐彎木槳在讚美人 對 他還是拐彎木槳在讚美人 我覺得這樣很重要 就是你要講真的 但是你不能全講真的 所以我舉全是因為 我覺得我其實是 比較類型這個層面 比如說其實像我們在醫院 你可以知道很多主治醫師就是 體型其實是有一點胖嘛 對 假設今天瓜哥是我的主任好了 那他今天跟我說 我上個禮拜去美國 吃了一個禮拜的那個龍蝦 好像 你會不會覺得我變胖 那如果瓜哥生氣是屬於 就是微胖型的 那你當然就 你就要跟他說 怎麼會 然後心情就好 但是如果是中胖型 你全都不能這樣講 這樣講太虛假了 你就要說 沒有 欸 瓜哥 你現在 你這個年紀這樣子 有點福氣 很好啊 也是一樣 但是感覺好像 好像我也沒有說錯 可是你這樣講我們聽起來 也不會舒服 你對不對 要有分量 要有分量 對 那如果真的已經胖到 我已經無可救藥的時候 那你就要說 你靠的不是身材 你靠的是實力 才是一個能力 他講這個 我剛剛聽了 我也不覺得怎麼舒服 所以你 你哪有一件好聽的 說你還有福氣好 福氣我很胖 別人說 你還好不是靠外型 你到底會不會這樣 不是 不是 可是瓜哥你是為 你現在身材這樣是OK的 如果是真的很胖的人 你硬跟他說 就是 就是你硬跟他說 你這樣子很瘦 他也會覺得很虛假 你沒有看他說得更離譜 你哪有胖 你已經瘦到不成人形了 他說 討厭了 怎麼可能瘦到不成人形 可是像 我覺得醫院啊 我們很多醫生 其實真的相對比較 沒有辦法進入狀況 我們之前就有遇過 有些醫生 他其實你知道 有時候頭髮掉了一點嗎 頭比較凸 或是身體比較胖 那有時候醫生 自己想說查個方 就調侃一下自己 最近頭髮好像真的變比較 就是比較凸 這時候後面真的 就有一些實習醫師 就會不自覺 就這樣笑起來 然後放下 然後放下 然後就這樣抱著 就想說 完了完了完了 今天 對今天都不用 查房都不用查了 你講這個就是扣分的嘛 真的 這個動作扣分 可是你要形容一個 讓對方聽的是 要舒服的 對不對 瓜哥 稱讚是真的要學問 像平常我們醫界也常會這樣 就是一群老師 一個老師在開刀 然後一群學生圍著他 然後他說 這是好啊 這厲害什麼 然後一群人就會開始成長 可是那種如果是打高空那種 打空氣泡那種 其實老師都聽多了 就習慣在講 所以你一定要把握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你一定要 你要講說為什麼厲害 比如說你就要講說 老師我昨天看那個解剖學的書 這個神經下面要繞過這個韌帶 很難開 你居然可以開得出來 他就覺得你有念書 你真的有注意到我在開 然後如果這樣還不夠打動他的話 你可能就要 你可能就要 你可能就要把你的學長 或你的同事怎樣的不好講一下 比如說你就說 老師你這真的很厲害 然後他就想 他會等你說為什麼厲害 然後你就要講說 因為我才是跟另外一個主持醫師到 他這開了三個小時 你才一個小時就開完了 而且你這個整場只用了一包紗布 他用了一疊 哪個組成醫師 他就會走沒血貓 是貨 心機好瘦 如果這樣還不夠的話 絕招要拿出來 還有絕招 我們遇過比如說開刀的時候 真的會大出血 不然弄到血管 然後平常在噴血的時候 大家都很緊張 沒有人敢講話 因為怕講話就出事 那有一次遇到那個真的場面 非常尷尬 然後都沒有人講話 氣氛很凝重 看到老師的臉一直在垮下來 時間一直在拉長 結果那時候我就突然想到一個 上一次有一個老師跟我講的事情 馬上拿出來用 我就說 老師 血流成這樣你都有辦法開 我上一次跟另外一個老師 他就一定要慢慢的止血慢慢止血 他沒有看清我 他不敢繼續往下做任何一步 你這樣血流成何 這樣在血雨中奮戰 你都可以開 這樣在攻擊他對不對 這樣在攻擊他 這樣比較好 他就會覺得說 我就是沒有被 就是被那種虛假的稱讚 然後我也沒有被指責 然後兒子就是說 我今晚在這麼困難的中 然後你還會知道說 對 我在就頂著血 頂著子彈再往前衝 他就覺得說 那這個學生有在注意我 然後而且就是有 就在緩和這個氣氛 下次你有辦法跟老 他感覺會不一樣 我覺得是個性的 對 我覺得是這個 你要補這個人的個性 不是親差用同樣的語言 就可以補的 在他眼裡聽起來是 有的會很爽 有的聽起來這個拍馬 對 可是他回去還是會很爽 對 來 搖緊搖 就是之前我在當實習醫師的時候 然後我會到梅科 然後到皮膚科的時候 那因為大家都會對皮膚科 就有一個憧憬一個嚮往 想要加入那個皮膚科團隊 那會想辦法 就讓主任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個主任看起來 平常也沒什麼嗜好 那說話就是 就是找不到他的興趣 可是有一天就是一個同學 就聽到說他很喜歡安心亞 那時候就說 安心亞也出了寫真集 然後他第二天 他就 趕快買了一本寫真集 給那個主任 我想說主任應該不會收吧 想不到主任很開心 把他收一下 他說 我可以把這個給大家看 跟大家分享 可是你們要洗手 手要洗乾淨才有潔癖 有潔癖 怕把他的那個女神給弄髒了 天啊 然後後來呢 買寫真集給他的那個同學 口是第一名 然後 我們在整組打成績 也是比其他組高了很多 然後他 果不其然 他也就是後來 他有真的跟主任 建立了滿好的關係 我覺得這個是 事實要投其所好 真的有幫助 是嗎 我覺得你要投其所好 楊維珍 其實我覺得剛剛選那個 獅子還滿準的 因為像我 比較不像 朱瑞這個口才這麼好 當然我會比較以專業的素揚 來表達我自己的 我如果想要表達我的小心機 我自己的話就是說 像我們主任 禮拜天早上會來查訪 可是禮拜天一般 大家醫生就休息嘛 只有值班的會在 我就會故意禮拜天的時候 去寫作業找報告 那你就在那邊 就開始寫寫寫 這樣他才知道說 這個楊醫師好認真喔 好乖喔 禮拜天早上都有來做功課這樣子 哇塞 超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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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活得好累耶 可是像我覺得我們女醫師 其實在醫院 還是多少有點優勢啊 就是說如果說主任 大部分男性比較居多 有時候主任在生氣啊 那因為其他的原因 比如說跟醫院啊 或是跟我沒有關係的 他在生氣 有時候我就會在旁邊打圓場 就是稍微撒嬌一下 你不要生氣了啦 真的沒什麼 那我們趕快來看什麼什麼之類 對 這樣子還是多少有一點幫助 我覺得這個是我一點點的小心機 對 大家分享他們的故事 其實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就是剛剛講的 你如果拍馬屁 或者講好聽的 要 其實要先做主功課 真的 而且 timing很重要 對 因為像我就是屬於那種 不太能夠講出謊言的人 是喔 我有打個比方 比如說我們常常就在化妝間 然後就會有女生就是 穿衣服打扮來 然後他可能就會很開心說 你們看我今天穿得怎麼樣 然後我曾經就有碰過啊 他這樣一問的時候 他就看著我說 你覺得我今天穿得怎麼樣 我就這樣 不這樣啊 然後我就整個臉帳紅 然後我就不知道該怎麼接下去 然後他也很尷尬 然後我旁邊坐了另外一個女藝人 就馬上幫我搶畫 他就說 你今天穿得真好看 你這衣服在哪裡買的 我也想要買一件 那你可以告訴我嗎 或者是你幫我買 他就馬上兩個人就有畫圖了 對 我覺得這真的是要投其手 他在屬於一個白木型的 我跟你講 你千萬不要去你朋友 你譬如說你朋友在生小孩買 因為你去看人家小孩 剛買一小孩生小孩 好可愛喔 真的 哇 睡得好甜喔 你看 這最基本的嘛 對 你就是你那個 我有 我曾經也有過一次 就是去看朋友的小孩 然後他剛生完沒多久 就是看他的小孩 然後我就說 小孩好可愛 怎麼揍揍的 小孩生下哪個不是這樣 對啊 對啊 可是你知道看小孩一定要先 看準是哪一個小孩 因為我有碰過 講說 講說 好可愛喔 就不是那個人的小孩 他就長得好像爸爸或媽媽 結果是可憐 對啊 但是他就不是那個小孩 其實我剛剛講就是說 很多時候 你知道我們只要出了門 每個地方都是站區 對 你不是說光子是為了生子 我們現在講的是 很窄的是對長官的用 對 你日常生活也會有 剛剛又犯毛病 沒錯 因為你的植會 會讓媽媽傷心 認錯孩子 然後稱讚錯其實蠻尷尬 甚至有一些像我工作的時候 我們常常去做外場的活動 記者會什麼 那有一些女嘉賓 就是屬於那種 什麼是假勞型 就是 常常出席這些活動 或者是常常當 保養品的那種demo女明星 她覺得自己很厲害 很了解 她覺得自己很懂 什麼產品她都會 所以在後台休息的時候 就會口不擇言 但殊不知你知道在外面 就是站區隔牆有耳 而且隨時走進來的 可能都是廠商的人 有一次就是這樣的場合 其實在那個場子裡 就是那個化妝間裡面 其實被化妝再坐在那裡 也是品牌的主管 然後那個女明星就自己講說 那個助理就跟她說 欸你那個誰誰誰 那個你你有先用一下嗎 她說有啊 我就這樣擦一下 我覺得還好 然後我就這樣愣一下 還好 然後接著她又說 超油的 我都沒有辦法吸收 我皮膚很容易長疹子 我就聽到這些關鍵字 趕快看她這樣 接著她問我說 怎麼了 你這樣怎麼了 我就真的想趕快離開她 因為有點尷尬 因為我從鏡子裡已經反射 看到那個主管本來是這樣在被化妝對不對 然後聽她在講話就這樣子 所以就這樣子在 她從鏡子反射在聽她講什麼 結果這個女明星 她們全公司的女藝人 都被這個集團的品牌封殺 對 之前有一次是廠商啊 就是大家廠商聚餐 所以很多廠商 大家會交換名片 你真的 真的敵人出現在任何地方 因為有一間公司 就是很大的公司 她在遞名片的時候 你就看她們公司三個人 一個人她的名片就是掛什麼什麼協力 我們就覺得她是長官很厲害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經理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助理 然後我們就會 一般人是就會對協力啊 經理都會比較好 因為想說訂單一定都是他們 然後我們就看到我旁邊那個廠商 看到那個助理就不理他 真的說 你去幫我們叫誰好不好 那東西怎麼還沒有來 就去指使那個助理 然後就巴著那兩個的主管 然後結果最後呢 訂單是被我們公司拿走 因為我們對任何人都很客氣 後來你知道 那個助理是誰嗎 誰 他反過來叫老闆的兒子說 東西怎麼還沒來 趕快去叫 沒關係我們這邊開就好 因為很多公司的二代或三代 公司會栽培他 會讓他在很低調的狀況 去跟著大家看 然後他們就很 就是支持人家 所以你對任何人 都要很客氣 對啊 真的 他有一次拍戲 那個時候 老先生不要站這邊 那後面 人家說你在推他 他誰啊 你懂我意思嗎 其實外面淺藏很多東西 你根本 不是說你只針對你的上司 所以醫界不能只針對上司 外面也很多 萬一對你的病人 你也不知道他來龍去脈 對 你對他不客氣 你怎麼出去被賭都不知道 真的 所以你每個人都要當作 是這麼樣慎重的意思 一視同人 對 因為我們有一句話叫 事實上 對 是這樣 永遠要記住 這第二個 星期二 是要當出頭鳥 有人都想出頭 出頭鳥 有的人請舉圈 沒有人請舉插 有人會幫人家打抱不平 對不對 就出頭的 或者是有時候 既然被人欺負就算 當都沒看到的 我想一般人都可能做不了 那姓妹有 來 請說 我覺得一定要的 怎麼可能沒有 對不對 好有心機 不是 可是我真的覺得 這個會讓你在工作上 真的比較順利 像我們加一科 我們的特質就是 我們要去每一個科 都要去訓練 之前有一次就是 我在跑心臟科 那跑心臟科 那個醫生是出了名的 很嚴謹 他是不跟人 不苟言笑 甚至如果你很不認真的話 他是會 就是會有一點 就是責備你 或者會有一點小小的羞辱你 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去那個科 大家都是很害怕 那我就決定說 你害怕沒有用 你應該就是要跟他 你就是要弄你證明 你是認真 你是努力的 所以我就在提早三天 我就先把他做病人看完 那看完之後 我就研究每個的病 診斷 檢查 症狀 還有他的發生率 這一類的 然後看完之後 我在禮拜一的時候 他問我所有病人 我都不看 我都不看任何的資料 我就直接背給他聽 他從那一次之後才第一天 第一天是爭取 他能不能夠讓你信任他的關鍵 所以我第一天這樣子做之後 他後面幾天對我的態度就非常好 就算你有一點混 他也覺得這可能是個意外 那你遲到 會幫你講話 對 會幫你講話 甚至最後他就會把一些他 就是很長時間 他累積的一些心臟科的知識 就傳授給我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是很重要的 聽見很吃好學生那一套 所以如果說你要當個好醫生 要能夠順利考過專科的話 你應該非常努力的當出頭鳥 怎麼說呢 像我們自己考試的時候 有分筆試跟口試 筆試當然很簡單 你就書好好念就好了 口試還要看這老師喜不喜歡 你不喜歡你他其實 所以那一陣子就是為了準備口試 其實我那一年 就是一聽到下午 比如說台南有一場 就是某個教授的研討會 就高點就衝下去 然後再繳個一兩千塊的 就是參加費 然後參加大概兩個小時之後 又坐高鐵又衝懷去值班 就這樣子一整年都這樣 每個禮拜都這樣跑 那老師就會慢慢對你有印象 覺得這個人是有認真的學生 然後如果說光這樣露臉還不夠的話 你好在有更有深度一點 比如說研討會的中間 Coffee Break的時候 休息的時候你要去問他問題 有印象 你很懂的人 你問他很有深度問題 他當然會很有feedback 他就覺得你真的是好學生 可是像有時候我們真的 跑太多場也來不及準備 然後又提不出有深度的問題 又不想要白花那個高鐵的錢 怎麼辦呢 就是趕快Google 去查一下他可能寫過什麼論文 然後就直接就 就現場就問他說 老師你去讀過你這本 這我就覺得非常精彩 可是我想問老師最近有沒有 關於這部分有沒有新的進展 他就很高興 馬上就啪啪啪啪講一大堆 今天晚上我們在旁邊 鴨子聽了 但是他就很高興 就記得說你這個人認真 然後 見面三分情 對 然後平常的時候就是 因為外科醫師其實還蠻重視那個 倫理跟備份 所以我們在一般晚宴的時候 也不能忽視 就是晚宴跟自己那一桌的老師 打完交道以後 還要拜託老師就是你的主任 幫你去別的醫院去進酒 因為口試老師在每個醫院都有 可能台大腸跟龍腫每個都有 一桌一桌去進酒 那因為大家也都這樣做 如果你只是過去這樣進一下 那其實他馬上忘記 一定忘記 可是如果你馬上 人家是進酒沾一下 然後你是乾杯喝掉 他就有一點印象 如果你說學弟 來 一盤拿過來 三杯泡泡泡乾掉 然後他就會說 你們這個年輕人不錯 就會記得 他講的我相信 對啊 要酒量越好 外科 真的啊 外科的啊 然後我就發覺其實就是 活動進行到一半 就他們開始開喝了 其實醫生很恐怖 對啊 我覺得他們平常壓力一定很大 真的他們就是 譬如說主桌就是 可能會有主任級 院長級副院長坐在那裡 結果看到 然後我就想說你們平常壓力 真的好大 是 真的他們很會拚耶 跟我當鄰居的醫師 平常也是很 平常也是很 專業形象 對 每次回來都歸歸咀咀 很有歸咀咀 一喝酒 真的很厲害 來 楊維珍 像我們以前比較小的時候 因為我們女醫師嘛 如果說 喝酒喝到當天在廁所吐 所以有時候用一點小心機 也可以這樣子 假裝去吐就可以了 就是你又一直去吐 然後就會有人說 我們那個新來的研究員 又在吐了 新來的R1又在吐了 然後就開始有人關心你 那院主任就會說 誰誰誰 不行了 那先回去休息 然後你的名字就被記住 不然你要在一群人裡面 是記不住你的名字 如果你們用茶代酒被抓到 算嚴重嗎 不會啊 不會 像我是都不喝的 我是應該說我會喝酒 但是我的 我一喝臉就紅 所以我就喝一杯 我就搖搖頭 說我沒有辦法喝 而且女生就是要聲音 讓我聲音那麼粗 瞬間變得很細 人家突然就 就軟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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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喝 那妳這些人員一定很怕 真的有分 因為我們是外科系 外科系比較會喝 這種內科系跟皮膚科 他們風氣不一樣 我們其實比較不喝 外科系因為都男生比較多 而且你如果會喝酒 出去你去日本開會 跟日本的醫生語言不同 馬上喝了酒 然後就開始唱歌 其實我覺得當出頭鳥 有兩個層面要考慮 第一個當然是我們希望 我們的上集看到 可是你在上集看到的時候 往往你的同儕他是會不高興的 所以如果像對我來說 我比較會 真的會去當出頭鳥的時候 是我想要學東西的時候 比如說我去德國進修 我曾經就是 因為英文也沒人家那麼好 那要問問題也講不太出來 因為我是去學龍鼻 我就抓著那片鼻骨 用夾子夾著這樣子 我就趕快問隔壁的 隔壁也問完再問隔壁的 再問隔壁的 再繞一圈 後來老師就自己來問我了 他就說 請問同學你抓著這個屁股 跑來跑去是要幹什麼啊 我就成功的把它揪到我旁邊 我也是這樣 我在唸大學的時候 因為在唸書的時候時間有限 金錢也有限 我記得我大一大就開始參加比賽 然後就半隻腳在演藝圈 所以在你時間沒有這麼夠 你常常會跟學校請假 那我就會坐在第一排 有問題我就問老師 因為當我回家的時候 我要唸那個原文書 所以老師會跟我們講他的題目 或是報告的東西 我就是一直 一直問 問到我所有答案都寫完 那因為你只要多花十分鐘二十分鐘 把所有的答案都問完了 你回家就可以少念兩個小時 那麼厚的書 所以我每天就坐在第一排 到後來我學校只要 因為要比賽要請假 我就說老師 那我可以先問一下 我之後那兩個禮拜 你會教什麼嗎 我最討厭這種學生 平常不來 臨時抱佛腳 然後一次要幫我們all in 就是要你把所有的事情告訴他 可是我真的 我就偏不告訴他 我請假都會是因為有工作 然後我同學請假是出去 所以老師會知道 你請假是為了工作 未信真光 而且回來都會跟他說 老師你看我去哪裡哪裡比賽 你看那個照片 那個影片 而且你在學校成績 又要考到還滿高分 老師會覺得 你是個不得不來 你才會請假的人 然後如果系上 因為你知道出席力 有點不夠的時候 系上不是都會代表 系上參加排球比賽 籃球比賽 對…然後我就會說 老師我們為系爭光 所以我們應該要小考 應該要免一次小考 或是免什麼東西 我們出自比賽 我們整個系 應該要來為我們加油 這才是一個系團結的象徵 這樣我們比賽成績才會更好 所以那一堂課大家都平等 沒有學到東西 但是因為我去比賽 我還可以加分 她的心機在做天氣 她是五點 對… 這就是自戀到底 對啊 這個老師其實沒有 這個老師 這種個性在外面出 她沒有中間值的 對… 她一定是這樣 不是最喜歡就最討厭 對… 她不會有普遍的 但這樣子就這樣 實際上會有點危險 對… 她不是很成功就很可憐了 對… 現在目前看起來還滿成功的 來 星期三 學會人心籠落樹 這很可憐 有的 有的請你學會沒有的請你學會 一定要的 一定要的 人心籠落 好 我們先從邀請 來 我在肝膽內科 還有一般外科的時候 那時候因為工作分量都很大 然後常常有時候會開抽血單 有時候會漏開 那如果先到一個科的話 我跟他們護士不熟 然後他就在 大聲的說 姚醫師啊 你是不是這個抽血單又漏開了 然後那時候大家會覺得說 好像我做事不牢靠 東露西露的 然後後來我就 我想說為什麼 露開就露開 為什麼你要這樣大喊這樣子 然後 可是後來呢 我跟他們關係好了之後呢 就是有一次就請他們喝飲料 從那之後 竟然完全不一樣了 我露開他就跑過來跟我 小聲跟我說 你一定是太忙了對不對 那個抽血單 我幫你寫 對 抽血單忘了開 沒關係我幫你開喔 你看 差這麼多 差這麼多 那從當中我就學到說 哇 那護士太重要了 我每到一個科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買飲料 買飲料 對 這是必要的 對 我有像姚醫師類似的故事 真的 就是我之前有遇過一個 就是住院醫師學長 然後因為他們住院醫師 常常跟資深護理師那個工作 就是可以互相cover的 那像住院醫師他可能就是 他會就是聽到說 這個資深護理師他可能想要聽 某一場演唱會門票 然後可能很難買 然後他就會 然後就是 想追他吧 不是 這是打好關係 然後譬如說他出國 也會買零食給大家吃這樣子 然後可是為什麼呢 他就是之後譬如說他有 就說你可以cover我一下嗎 那他可能就可以 這樣子 那譬如說其他住院醫師 可能就沒有辦法 把架連在一起 就沒有辦法放個長架 出國玩這樣子 這個當然 這個就非常重要 對 非常的重要 你想如果演藝圈 來一個女生是說 你要買什麼包他都有辦法 對 你要看哪個演唱會都有辦法 對 那你人緣好不好 一定好 對不對 光包這件事就好 對 如果你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這種人 什麼演唱會也買得到 什麼都買得到 什麼專輯也買得到 什麼都買得到 那還得了 這個人緣就不錯了 對 像我們拍戲也是 因為拍戲的劇組的 相處時間都很長 最少都有三個月 所以你一定要用 真心誠意的 跟他們打好交道 怎麼樣的真心誠意 譬如說劇組裡面幾個 一定要打好交道 譬如說執行 現場執行 因為他有關於日後發通告 早更晚的問題 燈光師 攝影師 你要美啊 什麼的 然後所以我都會跟 每次拍戲的時候 我都會跟我的助理講說 我就說 如果你以後到劇組 然後還有一種就是 是因為我曾經有跟一個 前輩演員學到 我有一次跟他拍戲 然後他 他每一天都會 拿出一千塊 不管什麼都好 每一天 然後我就 那一次跟他拍戲有時候 我就問他說 蛤 為什麼你每一天都 請劇組的吃東西 然後他就說 其實你要想想 拍戲非常辛苦 然後工作人員 比演員還要辛苦 因為演員可以放假 工作人員都不能休息 所以他就說 如果你每天只要 拿出你酬勞的一小部分 一千塊 可以讓大家很開心 對 這何樂而不為 所以我從此之後 又告訴我自己 我每一次拍戲的時候 我都是告訴我自己 我都會拿出一千塊 然後請大家吃東西 你知道在那個時候 放下午茶的時候 是大家最開心的時候 完了 你從此之後真的 這些演員會幫你帶來 二手傳播 真的 二手傳播非常重要 很重要 也可以看不見到 對不對 這個很重要 來 陳志佳 請吃的東西真的很有用 像請一跳這件事情 這是對女生的部分 可是對男生的話 不一定有效 現在對男生的話 你可能要看準它是哪一項 那男生基本上 不是那麼愛吃 大概是 男生話的錢比較多 這個花不起 太大的 對啊 然後如果 像有些主任 或有些學長 他比較喜歡就是 美女的話 那因為醫院都是男生 那他們平常 也不好意思跟護士 講太多的互動 那時候你就要 幫你拿好 妹頭的角色 沒錯 保證你成績會很高 保證你會開刀 妹頭 他在醫院 你怎麼把妹 帶到醫院裡面 不是 他只要下刀之後 絕對有 對 你就要辦好很多的活動 就是不管唱歌也好 或吃飯也好 一定要找好 就是我們圈圈以外的 而且你不能就是找醫院 因為他們會有那個 就是兔子不吃我邊草 你要找到外面的時候 主任今天我最近認識一群空姐 然後他就會 然後他就會 說一成績你看哪個禮拜 跟剛剛那個 你們女生只要有包 是遺體一樣 對 難怪他可以自由自在 悠遊在各大醫院 原來就是這樣 你要找對象 沒有 這個很重要 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跟諮詢師 要聯絡好 諮詢師有的Case都會給他們 所以醫師會擺不平 你知道嗎 有四個醫師常常會抱怨說 為什麼我沒有刀開 為什麼他有三台刀 他有五台刀 因為諮詢師在排 對 所以要跟排的人搞好關係 對 他如果不討好諮詢師 他每天都沒刀開 就沒刀開了 對 關於以前老師 都會跟我們特別講說 你要對你的護士 跟對你的諮詢師很好 因為我們以前都會很本能 就是要巴解主任 巴解院長 巴解上面的長官 可是他們說其實不對 只要人家打一通電話來 或是問你一下說 你不是在某某醫院上班 你覺得哪個醫生比較好 那時候就完全決定了 你的在這個醫院好不好 對 他只要跟你講說 我覺得那醫生平常刀都隨便看 你就死了 你開在好都沒有用 對 所以老師跟我們的觀念 我們突然就很震驚 他原來平常那種感覺 在醫師制度裡面 感覺護士好像是我們的Member 是我們的 就是一個可能我們發到施錦給他們 我們不一定會特別對他尊敬 可是老師提點這件事以後 才發現說真的很重要 真的 像我最care的就是 兩個人 如果是辦公室 我最care 如果是像我們攝影棚 這種地方 我最care的是警衛大哥 因為警衛大哥 可以幫我們看車 真的這麼差 這個很重要 因為有時候我們可能只 這個工作只停留一下 我們可能路邊聆聽 或者是怎麼樣 雖然這是不好的示範 沒有錯 但警衛大哥可以幫我們挪車 移車看車 這件事情太重要了 好厲害 然後總機是 因為如果 比如說辦公室總機是 有時候我們可能來錄影 或者是來開會 我們可能會有人送東西來 總機要幫你收 所以你一定要第一時刻 對總機要有很好的互動 他就會記得你說 或者是你進門不用等他幫你開 你只是快要走進來 他就先幫你按門了 你就不用在那邊 這樣子還要換證 什麼都不用 所以你看他同樣是他的工作 他可以做更好 對 不能做得讓你也找不到把柄 但是你就很氣了 對 他權力很大的 對 有時候他的權力可以不讓你停 你就不能停 對 不停要繞半天了 所以你不能小看 這個社會每一個螺絲 每一個工作桿 沒錯 真的在一個團隊裡面 其實最高位的 他反而是很好搞的 最難纏就在最基層 所以其實做一個領導階層 他一定是要 必須 這樣 像我們自己那種身心科 其實常會碰到有一些 比較情緒不穩定的這樣 然後他們就會在櫃檯會飆 那在飆的話 那個我們的員工都會被訓練到 你不能夠去回嘴 這樣子 然後我就會私底下 我看到我會私底下發來 我說你真的 你真的就是我們這診所的一個 財神業 你看你都因為這樣 然後人家就把垃圾一直丟給你 對我們來講 我的金錢就一直會收到 然後就是這樣 他們會覺得 他們這麼重要 對 他們心理醫師碰到的 他們客戶就更深了 對 可是他們這個東西 還不會比醫美危險 對 因為醫美有的人心裡不太對 因為你開完之後 一定 前幾天怎麼看都不舒服 不好看 你會跟自己過不去啊 真的 對 那他們就慘了 這他們不會出面 都是底下的 故事 詩詢詩趣 跟人家 對 擦屁股了 那這樣也不見得他們錯 因為就是要恢復期嘛 對 不是每個人就覺得 今天弄完 明天就變漂亮 不可能 可怎麼可能 起碼要半個月一個月 他們不會知道 或者弄不好這邊走那邊爛了 有可能 這時候不是光心理醫師能夠擺平的 這個整形 其實我覺得 風險很大 如果人心這個話 其實不如這樣說 就是說 每個人都需要一個基本的尊重 特別是最基層的人 那你給他的尊重度多少 其實他會很明顯的感受得到 對 是 所以我剛剛就提 我就想到一個問題 你們也要改口叫護理師了 對 你一直講護士 你看到沒有 我都尊重你護理師 可是醫師改不了口 對 這是現在他們非常在意的事情 我一定想辦法幫你們更名 對 我覺得對基層真的很重要 是因為我們有時候在旺季 紡織廠的線都是滿的 那我們商品有時候會初步來 因為有時候它是在空機的時候 幫你上東西 那有時候你跟 就是工廠的女工們 你一定要混好 因為有時候打給紡織廠的老闆 他也會很觀香 因為有比你更大的量 更大的客戶比比都是 那所以你打給他們 他們也會只是 喔好啊好啊 趕快幫你趕貨 所以你真的要從女工下手 真的有一陣子 在忙的時候 真的是每天買飲料 然後從台北開車 殺到桃園的工廠 去跟所有的女工聊天 然後那些女工呢 他們又很喜歡講黃色笑話 然後我又聽不懂 所以每次在那邊講的時候 我就被弄得整個臉紅 然後他們就會覺得很有趣 所以有時候你在那邊 就要扮演一個小丑 陪伴著他們 他們就會跟你講說 我跟你講我昨天我老公怎樣怎樣 你都要陪他聊 然後就邊聊邊車 但是他就一定會掀出你的貨 然後在車的時候 他就會心情很愉悅幫你車東西 真的 他真的是大智若瑜 是 今天第一名就你了 對 完全 其實我們今天談這個 雖然講心機心機 其實還不如說用智慧 對 要用智慧 不好我們就叫心機 如果你運用妥當 大家都安撫得很好 這個叫智慧 就是大智若瑜 但是不管怎麼樣 你心機也好 智慧也好 千萬不要幹出損人不利己的事情 是 謝謝 沒錯 我們今天要討論生氣這件事情 生氣會真的傷腦筋 傷腦筋不再是形容詞 而是真實發生的動詞 它會讓你的大腦受傷 也會讓你的心臟受損 更會影響到你的人際關係 所以我們醫學其實有研究 當你生氣一次 你又要必須做五件事情 把它蓋過去 所以我們今天分享一個 非常簡單的情緒管理法 隨手一條橡皮筋 把它套在手腕上 當有負面情緒發生的時候 記得把它拉起來 彈回去 哇 好痛的感覺 馬上就把你的負面情緒彈走了 將你的正面情緒可以拉回來 不妨下次試試看